大家好,我是小新 妈妈种了很多蒜 今天准备做个腌糖蒜 先把这个蒜清理一下 外边的这个老皮剥掉两层就可以了 大蒜剥好之后,用凉开水冲洗一下 用凉开水的好处就是 腌过的蒜放几个月都不会坏 再取一个盆里面准备一些凉开水 我这里是4斤的蒜,加入40克的盐 小化 盐融化之后,把蒜放进盆里泡上20个小时 如果室内温度过高 10个小时后再用同样的方式换一次水 大蒜用水泡过之后能去除蒜的辛辣味 大蒜的水分控干 锅内加入3斤的白醋 1斤的白糖 大火煮开 开抽倒入盆里晾凉 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玻璃瓶 把晾干的蒜均匀的摆放在瓶里 冷凉的醋汁倒进瓶子里 把瓶盖封紧 放在一个空气流通的地方 盐上一个半月以后就可以吃了 喜欢吃水晶蒜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我的这个方法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请记得点个关注 多多转发 谢谢大家